山西省山音县刘学潮先生 在乾隆禀生年带着家眷进京后选 白天 在路边见到一位穿粉红色衣服的妇人对她说 我在世时想印玉立一百本 你却说印那种书没有益处而阻止我 害我死后无法脱离一百本 刘先生很惊骇地仔细一看 原来是以前的女仆人郑妈妈 受此一惊回家后急卧病 病中常见郑妈妈的阴魂来相馋 妻子江氏祈祷答应加倍印诵流传 刘学潮竟然发出郑妈妈的声音说 主人的病是因阳寿将近之故 因此我一方面前来说明此事 另一方面带她一同到阴私 现在既然既然愿为我印诵玉立流传 我仰仗此名符应当可以得到拔苦 再投身为人 如果能够再印诵更多的玉立 主人或许可以延长寿命 江氏立即又捐钱印了四百文 分发四方流传全善 半个月后 夫妇同时梦见郑妈妈前来写恩 并恭贺说 借着这本善书的流传 很幸运的 已有数人越后忏悔我过 因此已准许我投身为人了 而主人你也可延长寿命 主母你的功德也不少 往后的好报必定无穷尽 夫妇醒后 所述的梦境竟相同 而刘雪潮的病果然很快就痊愈了 潘养之是湖南贵东县的读书人 平身喜欢毁棒善书 他阅读玉立之时 用朱笔旁批可笑乱说等字眼 在第十殿章句内 痴心取从四字旁写上 妇人自己寻死与男子和射 必有一些内容章句 不是话差就是图掉 一直图到 适时采霞遍地 观音菩萨下降聚处 这时忽然火光冲天 仰之大惊跳了起来 从窗子破窗而出 到了外面 突然双手爬地 两脚一起翻转过去 倒在木笼子里一动不能动 好像被捆绑住一样 他的妻子红氏从梦中惊醒 裸体逃命 从拍养之身上跨过 让拍养之亲眼见到妻子的丑态 他的儿子听到喊声 莫名其妙地捧出玉立 交给隔壁的老先生 却又转身进入房内 想捡取财物 而被火烧死 当时 养之已重火毒 自知罪业深重 此劫难逃 叹气对众人说 唉 世间的人 千万不要像我一般刻薄 毁谤玉立 以致招此现世吧 说完其死 身上的肉被火烧得糜烂 众狗争着私有 明心宝剑 天里偏云 战战青天不可期 未曾动念已先知 善恶到头终有报 只争来造与来迟 陕西西乡县 由于出家人法号达远 与纯阳案的道士冠仙交好 因为看到玉立的内容 有谈到僧人道士犯错的条文 僧道得人钱财 待人拜诵经颤 遗失自聚夜眷者 至本殿 发至补金所补送 并不能急速仪器补足 又有有诵经僧道 勾至阴思 念诵圣经咒语 至诸语不能用行 等语 达远就带着玉立 告诉怪仙说 你我都有念熟的一些经咒在肚里 到了转世时 自然会衡量情形 加以运用 而目前我们的生活 仰赖的就是为人诵经拜诵 假若此书流行于世 你我的生意必定要减少 嘿嘿 我们来耍个手段 假造福卵戏 只要有人来请卵 我就弄出一些谣言 使人不相信这书 这样哪怕金颤的生意 不热闹兴隆呢 达远和尚于是四处向人谎骗说 纯阳安的道士法术十分高明 能够请来卵仙 请问事情的己兄 非常灵验 这天一大早 冠仙道士摆设好道坛 烧起坛香来 到了黄昏以后 一些僧俗男女信誓 跪拜在门外等候问世 冠仙便装模作样地 念起咒烧起符来 不一会儿里面的人报告说 乱动了 于是召唤门徒 按住铺的沙的桌子上 开始画了几画 极有册字的先生上谈抄读 沙上书写着 无纯阳真人质疑 七个大字 又有要问世者速速来问 八个小字 门杆外的人 都想要上来问货福 那般僧道办事人员 哪容得他们先问 单单只让达远和尚 抢敬问说 人间到底最好的事 是哪几件呢 冠仙又写下 寝福拜颤 第一要敬道家 第二要种僧米 道士能上书敬表 可保长生 和尚能超度亡魂 渴望西天 人间繁育灾厄 只怕的是另袭钱财 不肯烧香不失 寝福败颤 只有恨你塞秧 今世间有一等扭捏味噪之书 名幻玉力超传锦士 说是只要改过 一切重罪就能加倍抵免 阴间哪有此等便宜之事 近来并有人堪印 误了多少余人 凡属男女 有见此书 随即烧毁 功德最大 刚写的这一句 忽然见到碧绿色的一道 曝光冲入 冠仙道士 打了一个寒劲 殿下谈来 眼邪嘴歪 面雾人色地爬到 打远河上的身旁 并肩跪着 侧子的先生这时 突然目瞪口呆 站在暖阁上 开口说 我是柳仙 奉祖师传玉 尽时人不知修行 常犯罪律 幸好天地准了菩萨 诸神的奏义 颁发玉力来劝玉世人 希望使世人痛改前非 行善 则格外加恩 准予抵免前罪 其料秃贼打远 孰子惯仙 杜姬玉力 妨碍生意 相加消灭 甲介佛罗安 煽动人心 罪因堕落地狱受苦 并依其心性 转生相应的恶道 考察在地狱受苦的 日期满后 再发入阿比地狱 永不超生 以后再有僧人道士 杜姬此书的 依然依照 达远冠先的报应般理 这时男女信誓 都挤到坛前 跪下磕头 要求大仙 刺个雀病的方子 只见纱桌上 齐鸾不服自动 纱上写着 心病须将心药仪 血肉昏心少吃血 书中是有波罗蜜 能使冤签 斩脱离 五 柳仙去也 共三十三字 从此三天内 达远冠先 皆不能饮食 狂叫 发胀而死 此后全乡的男女 无不遵信御立 并将此事的始末 细细写明 增刻在此书之后 流传人间 领知 祸犹自招 善功无可夺损 作为后代 毁灭御立者的一件 前车之剑 太上老君曰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清朝的崔孟林 在他的笔记中 有这样一段经历 杨彩昭 河北早强县人 他的人个性直爽 嗜好喝酒 因为年岁收成不好 就在京师 庆中堂的家 找了个差事 嘉靖十四年春天 在东征五庙前 他捡到一张 面额八千余文的钱票 走到黑芝麻胡同 见到一少年 被人揪住狠揍 闻名原因 原来是遗失的钱票 在细寻前述 与日期 与次级所捡的 完全相符合 立即 开然归还 我听到这点事 深深地赞叹 然而 并未会晤认识其人 到了九月间 彩昭经人介绍 亲到我家 为了证明因果报应 我仔细地询问他 方知 他在三月中旬 因为患寒病 在昏迷中 见到已故的父亲 将他带到某一地方 宫殿为额 上提 东岳府 三个大字 进入后 见到一位官吏 是已经死亡的 外祖父 张先生 张先生原来是一位 李生 生前 原本注定杨寿 是五十九岁 因为娶一位 有夫之妇为妾 减受十年 又主张 族中的婶婶在嫁 又减受十年 三十九岁死后 因为没有别项罪业 才能够配在阴间 掌管阴曹的文书案件 张先生于是命诡异 带彩昭 观看阴曹的刑罚情形 来到一处 见郎柱上 反绑着一位妇人 正在开胸膛 摘取心脏 爱好之声震耳 此戏一认 原来是庆家 某管事的妻子 又到一处 见到郎柱上 扶扶着一个人 也一位鬼族用火烧他的脊背 采召认得是庆家的 耕夫韩二 又见到一个人 用两根绳索 拴住脊椎骨的筋 绑在乌梁上 头顶上插一只旗子 写着 撕露国税王一龙 此人是在河间 贩卖私酒 私严 由于身体往来推转 叫痛之声 惨不忍闻 不久见到一家大钟 体型庞大 钟上刻了很多人的名字 有自己杨采昭 祝银五钱的字样 旁边写着 尹善催梦林 又来到一处 床帆宝盖为室 十分庄严 其上供奉着金刚经 心经各一本 无数的善男善女 都持着念诸在诵经 走到后边 见高山粗鹅 登山一帽 只见黑水滔天 兼聚之志 心中则火热不可忍 这时进一水缸 有半缸清水 就拿起木瓢 引了漱口 不觉凉入心脾 于是恍然有所悟 睁眼一看 原来睡在床上 已时期昼夜了 小狼在因此所见 因此问道 庆家管事的妻子 如今怎样了 已经心痛死了 那寒儿呢 背上长恶疮 现在垂危 过了几天 竟然死去 到了七月间 见到本乡的人 询问王牛子的近况 也说已死了 不过病症十分奇怪 每天晚上 叫痛难忍 必须用绳子 将腰拴住 细在梁上 方觉烧鞍 以上数案 都有了证验 只是不明白 中上柯姓明的事 是指什么 病遇之后 想到中上旁边 写有我的名字 崔孟林 料想我必定知道 其中的阴友 因此专程来拜访我 问我 这是何种因果 我起初也茫然不知 后来才回想起三年前 曾在林旧安 住过一口中 我领了招募的帖子 一百张 辗转画园 得到经前二十千文 不过住中之事 我并未捐住分文 只因征求大家来行善 因曹 就已住上姓名 可见得因果善恶之报应 实在令人可畏 尽管玉利中种种报应的势力 实觉理难 因此捐钱 尽堪玉利 广为赠送 希望同修们 努力修行善果 这是我最祈祷的事 真武帝君曰 脚望求荣 名誉不扬 刻薄致富 子孙遗殃 行贿不得 俘虏来将 寡欲淡位 命寿而康 武器暗示 妩媚三光 居心正直 神明未旁 小为度饿 又起无疆 宣伤 宣伤 多 地上 雅